恭喜玉琳哥 直到你錯了 來啦 回去加菜啦 送你啦 果然一點黃豆味道 還有魚的味道 還有比目魚的味道 怎麼都是魚味啊 我必須說啊 魚豆腐啊 你怎麼把它做成圓球啊 就現在最流行的那個咖哩魚蛋 其實就是那樣東西 所以先講魚豆腐是什麼好了 免得你死了 別人冤枉啊 魚豆腐其實就是我們講的魚漿 加上一些澱粉啊 或者蛋白質做成的東西 所以它完全沒有豆腐 老實說如果沒拿這四個樣本出來 我也不敢告訴你 蛋豆腐一定有黃豆 但是你們拿來的這一排裡面 確實有黃豆 所以我覺得大家的感官都很厲害 你們聞得到黃豆味是真的 所以重點來了就是說 你們聞到那個可能是黃豆味道 因為那一排的蛋豆腐 它叫雞蛋豆腐 它是用雞蛋加上黃豆做成的 所以它其實有雞蛋也有黃豆 然後什麼是芙蓉豆腐 你在中華菜裡面看到芙蓉兩個字 代表的是蛋 雞蛋的蛋 所以你會吃到芙蓉蝦仁 就是蛋草蝦仁 只是取名字比較好聽 所以芙蓉豆腐才是真正的蛋豆腐 如果你在台灣的超市買芙蓉豆腐 它是雞蛋豆腐 而且就是雞蛋 它沒有加上黃豆 它讓它成型可能是利用比如說 像一些吉利丁就是動物膠類 或者像你剛才講的一些植物膠類都可能 洋菜的植物膠類都可能 那至於那個杏仁豆腐 它其實就是杏仁粉 但是它不是加石膏 石膏是我們一般傳統的滿豆腐用的 那杏仁豆腐那種Q度 它通常用的是吉利丁或洋菜 對 所以這四個裡面 你們看到的樣本 只有樣本二是真正有加黃豆的 所以截至這一題為止了 玉琳哥 你從第三題開始旗開得勝以後 一幕到現在停在那裡不動 怎麼會這樣 忠哥已經超越你了 我已經追上來了 你現在最後耶 我對兩滴了 我對兩滴了 最後就反敗為勝了 那你們要加油啊 我剛剛一直以為豆腐那是有陷阱 就是想說不可能 用吻的就吻 不是 我吻了 我吻到蛋豆腐有黃豆腐 但我想說不可能那麼簡單 然後給我們一吻就知道答案 有時候你不是沒這麼複雜好不好 我吻了一個最不可能的 真的滿鼻子是魚味的 我就覺得這樣 魚欣味 有時候都要直覺走 對啊 真的 把握最後兩題 兩題 好 第六題再看 題目是女生愛美顧健康的行為 哪一個正確 應該要鼓勵她多多去做呢 正確的 正確的 對 正確的 第一 吃水煮蛋可以攝取完整優質蛋白質 第二 攝取水果中的酵素可以幫助排素變 第三 選擇高鐵高鈣的鮮奶 同時可以補鈣補鐵 還有第四 青春期開始補充女性的荷爾蒙 認識青春期的女性 這很難 很難 酵素我們是聽說 真的是可以幫忙排素變 對 很多人用酵素早上喝酵素 排便很順暢 對 我們就去 稍微推一個你們覺得 最合理的一下 鼓勵她 鼓勵她 但 同時可以 補鐵又補蓋 對 還在維持 你現在最後一名嗎 反向 反向思考 青春期 就要補充了 我跟你講就是一跟二在拚了 我跟你講應該是二 來 應該是二 我們有排便 對啊 我們去買那個酵素 他們就可以一起了說排素變 對 而且那個很貴 來囉 好 請選擇 我跟你講就是要逆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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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擇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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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都形成素變了對不對 都已經結在大腸了 來不及 應該是要多喝水 跟那個纖維質才對 對 就突然的開 可是剛剛中根你又講 我笑處早上吃一包就排了 對 剛住蝦化是沒錯的 那是在餵 大家好 那邊演 那邊演 你們都把少侠帶壞人 大家也來這一套 還會覺得怎樣 好 所以都是一 足湧義了對不對 黃醫師 大家不是一百分就是零分喔 對 大家都正確 對 雞蛋果然是好雜 是的 那我就來解釋 先就大家講正確的 第一個 吃水煮蛋可以攝取掉 優質的蛋白質 那我們講說 我們蛋白質來源有哪些 魚肉 蛋 奶 豆類 那這麼多的蛋白質 事實上我們後來臨床上 做出了一個研究 其實我們的那個雞蛋白 你要給它煮熟 因為如果說很多人比較 比如說我上次上個節目小莊 好像滿喜歡喝生蛋白的 對 那個就比較不好 那個是滿危險的 除了一些細菌感染 什麼沙門感菌 什麼那些 我們發現那個生雞蛋裡面 生蛋白裡面有一些什麼 抑制 反而是比較不好消化吸收 它有抑制生物素 抑制酶蛋白這一類 那我們的 你如果把它煮熟的一個蛋白 你把蛋黃拿掉 它又沒有 你看我們吃肉蛋白是吃到很多油脂類的 它就可以不會吃到油脂 可以吃到一個很棒 而且非常好吸收的一個 完整的一個優質蛋白 所以第一個是對的 那我們來看 那除了水煮蛋以外 像什麼茶葉蛋 乳蛋 一樣嗎 其實也都可以 但是我們講說烹調的方式 當然我們想 健康的烹調方式 當然是以那個水煮清蒸 這個來 因為你如果量又要再吃多一些的話 你來用一些 比如說我們來用那個荷包蛋可不可以 那荷包蛋你就會吃到蛋黃量 就不可能會比較 而吃到油脂類的 可能所以其實水煮蛋 如果說針對 你要補充蛋白質來 就類似 這個是一個蠻棒的一個蛋白質來源 那第二個 我們再來想說 那個水果酵素的問題 很多 我相信你們的那個女朋友 或者說一些太太們 都有在喜歡減肥 都喜歡吃這種水果酵素 其實很多的我們講說水果酵素它是什麼 我們的叫做酶 酶這一類的 我們嘴巴有澱粉酶 幫助我們消化那個澱粉 我們有一些蛋白酶 脂肪酶 可是我們水果它也都把它叫做 現在坊間就是反正從水果萃取的 都叫做酶 那這些酶其實有些可以分解 我們的蛋白質變成氨基酸 有時候可以分解我們的澱粉 變成一些糖分 可是它並不會刺激你排大便 排大便它有靠三個 一個是那個纖維素 一個是水分 那或許可以補充一些 我們好的一些細菌 這個是可以的 所以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我們講說一些 我們之前其實大家有在討論牛奶那一集 有講到鈣跟鐵 其實鈣跟鐵都是含兩架的一個氧離子 其實互相會解康 我們把那個 其實牛奶的那個營養組合 已經是很Perfect的 你不要額外再給它 你加了鐵進去之後 你的鈣吸收就變差了 所以就是喝原味的 鮮奶這樣是最棒的 第四個我們講說 青春期補充那個女性的荷爾蒙 其實大家可以等一等 我們的人體自己會去分泌 你如果額外補充那些女性的荷爾蒙 會有什麼結果 我們知道它有一個叫回饋抑制 補充很多女性的荷爾蒙會長不高 你們想過為什麼 我們腦下垂體控制很多的內分泌 比如生長因素也是 可是當你的那個我們講說 我們的一些補充太多女性的荷爾蒙 它會有一個回饋抑制 反而抑制到你原來該分泌的那個 腦下垂體 那腦下垂體分泌的很多東西 就被抑制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而且很危險的一個性 是 來 到目前我們要公布一下 分數了 有 賀少俠破 目前領先 4分 有 中哥 3分 追上來了 破除這個位置的迷咒了 對不對 那反而是玉琳哥 關鍵還有最後一題嘛 對 還有一題 最後一題是 一答對就5分 對 3分 你轉3分 你轉3分 3分題喔 3分題喔 你答對這題會贏喔 你答對這題就跳上去了 就變成中哥被處罰了 對 好 對 就要拚這個 我答對搞不好就第一名了 你答對就第一名 這個事關榮辱的問題 這一題 好 來看這個是男性篇喔 逆轉題是 關於生活習慣和攝護腺疾病的關聯性 夏戀描述哪一個是錯誤的 錯誤的 錯誤的喔 來 你要選自己嗎 來看看 一 天天吃維他命E 可以增加攝護腺癌的風險 第二 愛喝咖啡要小心攝護腺癌 第三 補充男性荷爾蒙 能夠預防攝護腺肥大 還有第四 多喝豆漿能夠保護攝護腺 哪一個描述是錯誤 是錯誤的 錯誤的 錯誤的喔 所有的男人都有 如果你連自己怎麼樣 你搞不清楚 誰照顧你啊 重點我們都已經中年了 對 幾乎都已經肥大了 幾乎 這題在答錯的話 上廁所時間也拖久了 我跟你講這題 那我尿尿都滴到屁的血啊 要讓滴到屁的血就是攝護腺肥大 因為你攝護腺肥大 都會讓你的那個尿道變小 變窄了 變窄了 對不對 出口變窄 對 越來越難尿 我們怎麼那麼聊三分鐘 一聊起來 心有欺欺欺欺欺 真的 是錯誤的對不對 錯誤的 錯誤的喔 對 來 來 你 他剛剛有答案 帥起來好了沒有 來 來 眼睛閉上嗎 眼睛閉起來 眼睛閉起來 來 我要看一下 我要先看一下 好了沒有 好 閉起來了沒有 好 來 一 二 三 請選擇